精锐晋师大将阵亡 这支军队以半只脚踏入坟墓 他们还能绝处逢生吗? 朱棣告诉你什么叫天选之子 在东昌之战中败下阵来的朱棣 拖着残兵败将回军大本营北平 一路上北军异常沉闷 因为对手南军的数量是他们的十几倍 之前全靠以一当百的北军铁骑一剑封猴 才能弥补人数差距 现在铁骑损失殆尽 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和海量的南军斗呢? 甚至连主帅朱棣都消沉了 大将张玉的死让他闷罐子里套闷葫芦 时间啊你停下来吧 可敌人并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 南军步步紧逼 一步步收缩防御圈 企图把朱棣摁死在北平 在这危局之下 一个身穿黑色僧袍的和尚 一脚踹开朱棣紧闭的宫门 那仿佛能杀人的眼睛死死盯着朱棣 买你的坑我挖好了 赶紧跟我来吧 朱棣眼神迷离 他放下酒杯酒花 见了整个桌面 封和尚滚出去 和尚越走越近 如果张玉还活着 凭你这个地奥样 你有脸见他吗 朱棣突然暴怒 他们死了 我几十年的心血都死了 我的心是就算铁打的 见到他们变成一堆狮山邪海 他也会跟着流血 朱棣猛拍自己的胸膛 和尚继续说 你在流血你很痛 你可知道敌人也在流血 你的人马成了狮山邪海 敌人那就被你打出了 十座尸山十面邪海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大家都摇摇欲坠 谁能在倒下前发出致命一击 谁就是最后站在血泊中的那个人 想想你的父亲吧 胜利总是对意志力的最大考验 朱棣缓缓起身 整了整盔甲和别在腰间的刀剑 向殿外走去 和尚我就是胜利本圣 二月初九 朱棣再次试试 并脱下一袍扔进火里 当了回果男 显得更加接地气 二月十六 朱棣大军南下 决定先击破 在家河驻扎的圣庸 一场腥风血雨 即将到来 朱棣到达战场后 还是一副 的样子 他仅带着几个骑兵 直接冲到南军阵前观察 南军出于对天子照的 七十二种理解 居然没人敢上前 活捉朱棣 朱棣一边巡视 发现南军 还是老套路的九筒阵 他估计是圣庸 还不知道自己的骑兵 已经几乎打光 也没有后备可以补充 所以仍用火器营 加强两翼 且备合而阵 都是为了防御骑兵 第二日 朱棣率先开展攻势 先锋张武帅步兵营 向九筒阵冲锋 接战后没多久 便边打边退 假装败走 南军经过东昌之战 已经消除了孔北正 与张武对线的南军 便成事追击 顺带减一减 他们扔下的战利品 追着追着 南军翻过一个小山丘 突然发现北军火器 密密麻麻对着自己 一声炮响过后 北军火器齐发 两翼埋伏的北军齐出 把南军打得大败 可这只是小规模战斗 并不影响大局 圣庸看到朱棣 居然破天荒 用步兵进攻 便猜到朱棣的骑兵 可能不多了 既然是步兵对步兵 我们南军不吃亏 于是让全军列阵前进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朱棣压来 面对愈来愈近的南军 朱棣再次集中 所有步兵 进攻南军中路 两军刚一照面 直接进入了白热化战斗 这仗已经打了三年 所有的仇怨 在这一刻爆发 由于北军的集中攻势 威力强大 把南军的九筒阵 冲变了形 南军只好变阵 把这股北军 团团围住 中路和两翼 出现了明显的空挡 朱棣身边的朱能 急切地问朱棣 冲不冲 朱棣回答 时机不到 一番熬战过后 前线传回消息 北军步兵大将谭渊 被南军大将装得阵斩 朱能再次急切地 问朱棣 冲不冲 朱棣回答 时机不到 前线的战斗中 北军大将阵亡后 更加激起了 北军将士的热血 沙红了眼了 不断向南突破 眼看着 就要把南军中路杀船 圣庸看中路 要顶不住了 只好另两翼 回原中路 朱能又问朱棣 冲不冲 朱棣回答 冲 只见朱棣的铁技路 旋风般 从南军侧翼杀入 从另一侧杀出 反反复复 从天明战到天黑 双方大将阵亡的消息 不断传来 光的将军阵亡 黑旗张将军阵亡 入夜后 双方明金收兵 第一天可以说 打了个平手 但打平手 对朱棣相当不利 因为南军的援军 在路上 时间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朱棣仍没有想到好办法 毕竟自己的骑兵数量很少 做不到一次冲锋 带走南军 第二日 双方再次开战 由于第一日消耗过大 双方在中午十分同时 明金收兵中场休息 此时南军处于西南方向 北军处于东北方向 什么叫天选之子 虽然时间不站在朱棣这边 但老天爷站在朱棣这边 刹那间天地变色 一股十几往上的东北风 横扫战场 北军感到背脊发凉 南军更惨 风沙迎面 吹来眼睛都睁不开 那还说啥 既然你看不见 那就休怪我 送你回老家 北军趁风是发起冲锋 南军一触而溃 这就叫天选之子 你没办法赢 老天爷帮你赢 可虽然击溃了圣雍军 还有平安率领的南军 即将抵达战场 之后朱棣该如何抵挡 纯靠武力似乎打不过了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